Cobalde por vender tus besos Cobalde sigo tan cobarde Por que porque me así En mi soledad Cobalde por no ser sincero Por no luchar por lo que aún me muero Hello 來來來,坐坐坐 坐坐坐 先給你們聽一會兒歌 我昨天刮鬍子了 笑得好猥瑣 有嗎 不覺得很陽氣嗎 我今天特意戴了個帽子 因為頭髮沒法剪 頭髮這幾天不敢出門剪 然後自己又不會剪 我自己又修了修瀏海 但是呢 還是戴帽子吧 兩邊沒法自己剪 很陽氣哈 這個帽子還是粉絲送的呢 我忘記是誰送的 在家不長肉 直播 美顏 濾鏡 瘦臉 這個東西其實還是 等一下 我看 你看 能看出來吧 他有瘦臉 有瘦臉 但差的不多 差的不多 能看出來哈 情人節為什麼不播 唱修記上來就唱歌不行 這個這個屏幕 這個評論太快了 看不過來 久而 屋裡戴帽子 不戴帽子能看嗎 不戴帽子 頭髮已經 你看後邊這個長度已經到這了 到時候我得我得大剪特剪 好久不見 養生標準 大鋼炮 大高胖筒 大鋼炮筒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山西回來 我就一直就沒回老家 我特別慘 我過年那股勁我感冒了 感冒了 然後就一直在家待著 一個人在家待著 天天做做飯 然後看看電影 看看電視 刷連續劇 看那種老片子 那個叫什麼 風神榜之愛子情深 殷石娘版的那個 我又從頭看了一遍 哎呦看到我那個哭啊 演的真好 你們在家都幹嘛呢 也是看電影劇 閒沒事幹吧 反正盡量別出門這段時間 你為什麼可以不胖 我就不一一解釋了啊 直播你直播 你有那個瘦臉 能看見吧 但其實也不胖啊 他多少有一點 我不知道怎麼關 聽網客 看小說 那挺好 就盡量別盡量別出門 反正出門就一定要戴口罩 回來清洗手 家裡條件好的 有那個酒精洗手液的那個 就洗一洗 看著這個字這個費勁呢 我是近視了嗎 怎麼看著眼花呢 洗頭 我每天晚上洗 每天晚上洗頭 唱歌 咱不用走 這個拍手是不是得花錢 這個小特效什麼的 咱不用不用花錢啊 他這個平台他是這樣子 他是 他是 他是有分成你知道嗎 他就 他就把大大 他就把大錢拿走了 然後 你們發個十塊錢 好像我只能拿個兩三塊錢 這樣子 就不要這樣 你們這麼發的話 我 就是我付不了 你們能窮啊 就不要不要走這些小東西了 咱們就看看直播就行了啊 跟你們聊聊天 我就是 我就是就是閒的 哈哈哈哈 我就是閒的 我跟你們聊聊天 眉毛好可愛 眉毛 就是這個光 這個這個光不好啊 光光要是好一點 我眉毛還能更更更更濃一點 就顯得有點淡 有點灰 吃飯了嗎 沒呢 我一會兒播一會兒我就吃飯了 我跟你們落會兒嗑 就突如其來的上線啊 皮膚不錯 說了美顏磨皮啥的 誰誰上來直播 就 大圓臉 就就那個圓相機這麼拍呀 不行 杯子好大 能裝 牙挺白啊 牙是真的白 耿直 封面勸退我 封面不帥嗎 我封面不好看嗎 封面雖然胡子拉叉的 但是但是那個小帽子戴著啊 但是也很可愛啊 也很帥氣 不是我自己誇自己 就是我自己長什麼樣 就心裡特別有書 水桶不是不是 是 我最近我最近刷抖音 就老刷著那個那個什麼咪猴跳 哎這是什麼 帽子不好看 帽子本來是這麼帶的 但這樣就擋眼睛了 擋眼睛了你們就看不見我 對對對 這叫郭老師 笑死我了 這本來眼睛都打了 嘴都打了 這裏面撞的是什麼 狂牽絲啊 嘗嘗啊 嘗嘗 狂牽絲嘗嘗 哎呀 哎呀沒喝奶 嘗嘗嘗嘗嘗 那個勁兒我的媽呀 我看那個笑死我了 歐嘗嘗嘗嘗嘗嘗� dal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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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嘜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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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好嘗嘗嘗嘗嘗嘗嘗it 好嘗嘗嘗嘗 accident 但是但是好好玩 точ 但是好好玩 пост 好好玩 不然在家閒的也沒有啥事 我 foreigners struggles 闲着天天看手机看电视 你话也不少打游戏来来来不要不要不要 打游戏浪费时间啊 我是属于那种但是打游戏我倒是 我都是想给你们看但没办法呀 我这这这个镜头是这么拍的 我不知道他们他们那些打游戏什么播的是怎么播的 就是打着游戏然后只看游戏不看人的那种是怎么播的我不会 快回零分来 现在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不出门啊现在就是国家倡导我们在家带着别出门复工的人呢一定也少接触啊多戴口罩啥的 一定要注意好现在就是说传染就传染这个东西说得就得了就还是要小心啊 因为你不知道谁谁得谁没得嘛 厨艺教程我做饭做的也是一般我做饭做的一般就是 就是卖相好看啊 啊就是味道 味道也不能说自己做饭一般就也挺好吃的但就是 没有你们说可以达到那种教学的地步 我在这给你们给你们逼是逼是教学可还行 切菜要这么切 然后我们少许油啊什么盐什么我觉得 我觉得就有点我做饭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天赋 就加多少盐加多少水啊什么你怎么怎么炒炒几下什么都是凭自己感觉 就是临场发挥雾的东西他不是那个说啊两克盐两克你没法去量 太麻烦 要不要不人觉得做饭特别可怕呢就是被这些人吓的 就是说啊你做饭得放少许盐两克油什么什么什么 你谁愿意做谁都不愿意做饭 你做饭就是做实验啊 就有时候也有做不成的时候有时候做也做做不好 做的好的我给你拍拍发微博做不好的时候我就不说话 没洗头 已经开工了我这两天也看了我看那个 昨天看了快本然后今天今天上午补了一下那个歌手第2集 我喜欢袁雅维那首歌 那个那个 那个怎么唱来着 Yu Ho Ho Yu Ho Ho Luking off Luking Luking off Yu Ho Ho 那个歌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好好听哦 是吧 Yu Ho Ho Luking off Yu Ho Ho 是这么唱的吧 是吗 对吧 我那个歌好洗脑 就那个旋律Yu Ho Ho 就给观众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作为歌手啊作为歌手一个一个能力啊选歌也是一个能力 你不喜欢深深吗 我喜欢深深还用在这说呀 真的是 不大家不用送礼物不用送礼物啊不用送礼物了 就那个免费的什么东西的就完事完事就行了啊 牙好白啊 谢谢谢谢 一口好牙 送礼物没多少钱 送礼物呢 是吧 不用送 不用送 求牙膏牌子 牙 牙好牙不好跟牙膏牌没有直接关系 他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底子好你怎么的呢 是吧 你天天敷面膜你 比人家不服的都 都差 那那其实没没地说去 那牙白牙黄什么的 你天 天姿 天姿 你们的老师老师看人家皮肤好就说什么啊 护肤品牌子啊 看人牙好就是牙膏牌子 人家就不能什么天生励志那天生励志这词哪来的 是吧 天生的 不是想夸自己我就想说就好多小姑娘啥的都 什么哎呀这个好这个好用这个皮肤就能变好那有的人变好了有的人没变好那有的人每个人吸收还不一样 是不是 那你涂在脸上你就不吸收 我戴帽子是因为头发 头发不行了 啊 头发太长了 然后就留好 留好 刘海到这 刘海跟刘海跟鼻子齐平 就是 就你还是起刘海吗 跟我跟鼻子是起的 不只是有 长 太长了 给你们放一首我喜欢听的歌啊 哎呀在什么 哎不是不是这个不是 不会我自己剪了但现在理发店都不开门现在现在哪哪开门啊出去出去商场关一半 哎不不是这个不是怎么怎么放怎么放自己的呢 这歌怎么都版权限制了呢我听的歌太冷门了吗 很久以前 嘿嘿嘿 很久以前 这首闽南语的歌你们听过吗 免息迹 就普通话讲就是免失智 就不要失去你的志向 不要丢掉你的理想 有勇往直前 克服困难 免息迹 听不清啊 免息迹 很可爱的名字啊 免息迹 我没有罪啊 晚饭还没吃错 咤咤咤咤咤 announcement 我没有罪 晚饭还没吃我我我我滚会就吃跟你们滚会 这家整的我都看不见你们刷的字 代沟太深 不饿不饿 我三点多吃的饭 我三点多吃的早饭 我现在不吃早饭了 基本上都是11点12点起 起来之后再磨叽一会 磨叽一会 然后两三点吃个饭 吃个饭 然后晚上八九点再吃个饭 就这样 然后这两天呢 要学歌什么玩意 这还有点正事 你也是吧 大家差不多 差不多就这样子 我的那些好听的歌呢 几点睡都看心情 现在就跟生物中没有关系 现在就是忘记时间 忘记你的生物中 困了就睡 醒了就吃 完全不要在意时间 有时候你给自己定个点睡 你睡不着 我就是每天就是睡不着 那就不睡 睡不着就熬夜 睡不着就熬着 能睡着呢自然就睡着了 你睡不着就不困 身体没有发出信号 你要是困了 你躺那就着了 就轻松自在一点 网课不允许 你们还得上网课 上网课这种什么体验 应该是小火车 上网课是什么体验 就是老师是不是就像我这样 然后脸怼着你 然后给你上课 是这意思吗 老师好看还行 你说老师不好看 那看你一个点 确实上网课 确实有点难受 网课太累了 那是不是就是那种 就是学校里的数学老师 语文老师 现在都上网课是吗 PPT上班 你们还上班 上班的话 你们得问公司老板 要口罩 要消毒水 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我看了新闻好像说 如果复工的话 公司得有这些设备 没有的你就举报他 你就举报他 然后举报完 你就辞职 这大轮船 这老贵了 我发过 我给蔡崇医发过这轮船 老贵了 别整这些了 好了好了好了 老贵了 你一千块钱我拿三百 不只顾 浪费钱 好了好了 好了 论文 咋的了 我的那个歌等等 我给你们找我说我最爱的歌 平常不分析 但找一下找不着了 会放好运来别闹 这是一个洋气的直播间 今天就给你们放那种 小西语 拉丁 拉丁语 还有那种 小感觉 小劲儿那种 一唱就没必要再发 高级 对 高级 没有说好运来不高级 好运来也高级 就家喻户晓的东西更高级 这种小小于种 就是那种那种 那种 就是心里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被刺激到了那种感觉 找找一个叫啥来 好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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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不这个 行了行了行了 这个咱们你们要你们要发礼物呢 你就尽量尽量不要挡这个评论 一挡评论啥也看不见了 也尽量就那个什么 我觉得那个小花什么的是免费的 你们就发那个小花就行了 就就在就就在这个地方啊 就在这个地方动就行了 其他的就不要整画面了 当当当当当当字 没有免费了 对三傻大闹宝莱坞里边的 我跳舞老棒了 我都不细地跟你们说 我之前我之前学过舞蹈 学了两节课 然后老师说我挺有天赋的 他就是想让我半卡 然后我就觉得我学两节课吧 其实其实跳舞挺难 我反而觉得 我跟你讲 其实从动作上来说 从从动作上 从动作上来说呢 就是跳舞的话是 等一下 哎呀来了 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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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呢在呢在呢 得来电话了 就是从动作上来说啊 现代舞啊 那种跳跳那种就是 现代舞或者街舞什么的 动作上感觉比比民族要难一些 因为我最早最早学民族 就是从动作上来说啊 但是你那你真没办法 人家那种基本功的 就民族啊啊 古典舞这些基本功 你没法说 虽然动作简单 但是你那个腿就掰不了 一百八十度是吧 你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但是你掰不到 他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那些现代舞那些小动作很难学 我当时学了两节课 老师就 因为我是拿着朋友的卡嘛 他是那种按刺的 就是你谁都去 谁谁去都行 反正就每去一次卡上削一次 就这意思 然后去了两次 去了两次 然后就让我办卡 然后再也没去了 我就老师 我就老师 我就老师下拜 你知道吗 因为跳成那个屎样子 说我有天赋 我自己心里没输吗 火红的撒日郎 那个太简单了 我都不吸的叫 我在抖音老刷到火红的撒日郎 非常简单 非常不吸 我昨天就刮胡子了 我不敢摘 我这帽子摘不了 我这帽子 太长了 头发太长了 皮肤为什么这么好 就是 好多人啊 已经不止一个人说 我皮肤为什么这么好了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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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庞氏 哇塞得加钱 我跟你讲 咖啥饭 现在几点了 七点吧 七点再吃吧 不冷 一听就南方小孩吧 你是不是南方人 南方小孩是不是 就就觉得 就觉得我们穿个这担保了 好热呀 太热 地暖烧不得一天天 每天 每天 每天喉咙干 脸干 浑身发干 烤死了都快 这不仅是有暖气啊 就我这个家里有暖气片 还有地暖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多次一举 暖气也烧着地暖也开着 然后地暖现在都调低了 原来到27度 完全在家就光榜的 然后呢 暖气片子是关了 然后地暖开着 但是后来我就把地暖关了 把暖气片子开着了 因为暖气片子省钱 地暖太费钱 烧燃气的 就自家自费的那种 就是你烧多少花多少钱 我当时交了一千块钱 烧了两个月吧 就钱费了 然后我就把关了 我就为什么那么费钱呢 一般好像秦岭淮河一南的就就就就就基本上没暖气了哈 就基本上就就北方有暖气 我觉得我觉得南方也应该有暖气 要不然湿冷更难受 南方本来又湿 人家像长沙冬天的时候 哟 就是那种就那种凉凉的啊 就那种冷 它不是那种像北方那种冷 就是只是纯冷 它是那种凉 就是那种凉凉的啊 又又就对 就那种冰冰的啊 冰冰凉冰凉的那种冷 特别不舒服 对湿气中 舍得刮胡子了 我发了图了 我就刮胡子了 你说你说在家刮个胡子又不费劲 我那两天实在是就是日夜颠倒 就就不惜的刮了 然后然后就觉得哎呦 胡子有点太长了 刮一下吧 刮胡子老费劲了 你还不能留太长 你要是每天刮每天刮还好 你要是三五天不刮 然后那个胡子长太长了 你刮老疼的 就那个刮胡刀 我不用那个 不用那个 咸那个东西 我是用那个刮胡刀刮的 然后刮就刮 那个就有点不好刮了 就得拿那个 先先短一点 然后再拿那个刮胡刀擦擦擦擦擦擦擦 这样就好一些 要不然太疼了 我就直接上来刮就卡着了 就那个胡子 胡子跟提须刀就就卡 卡着那儿就 就拉的疼 啥 其实不用 太正确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 啥歌 叫 这个叫 Tirmir 你也不知道啥意思 就印度歌 一个印度歌 叫Tirmir 就是 T-E-R-I 和M-E-R-I T-E-R-I M-E-R-I 你去搜一下这个歌 就这个歌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 我就 T-E-R-I 是这么念吗 T-E-R-I T-R-I M-M-R-I 也行 T-E-R-I T-E-R-I M-R-I T-E-R-I T-E-R-I M-R-I 都行 就这么念 就这么念 大概大概这个意思 打游戏 平板支撑 不屑不屑 做一次就够了 而且你们看到的那个是我录了好几遍 抖音上那个平板支撑那个 那是我做了好几遍了 后边都已经快没劲了 不亏不欠 好好听 搜一下 你们 不亏不欠 我给你上网课 我教你啥呀 我教你勤俭持家呀 我教你啥呀 弹蛇嘛 很简单 舌尖底上饿 出气 就出来了 有的东西 你要是学俄语的话 基本上就很快就能学会 你要不行 你实在没事 你就学摩托 你就学摩托 就也行 就是看你怎么去琢磨 这个东西你就去琢磨就行了 教你方法 有时候get不到 就像你教你唱歌什么 你get不到 就很多人说唱歌好难哪 什么管道啊 哪有什么管道啊 是吧 你喉咙咽下去那就是肠子 肠子那就是 哇 盘子七里八叉的 哪有管道啊 它就是一种想象 一种意象 你下去琢磨就行 它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上的一个活 就是感觉上的活 它不是说给你一个给你指哪打哪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这么唱 那你其实唱不了 你要那么唱也不行 就是你自己感觉 啊 喉管 喉管完了是胃 胃完了肠子啊 好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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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用男声唱的有点太高了 这个点儿行 好高啊 我自己 我自己 now for you 呼呼呼 这有点太低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听 我觉得歌手啊 就选歌 选歌真的是 我天哪 选歌太重要 哎呦 哎呦 呼呼 欺负男中 哼哼 正对话 我咳嗽了 这么敏感吗 就就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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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这么敏感吗 这是要干嘛呢 举报呀 咳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把我隔离讲 你 你 这个歌名就叫 besondprem 哈拉奔 讓我给你拼一下啊 P-A-L-P-A-L-H-A-R-P-A-L 喷喷喷喷喷喷 什么东西 什么玩意儿 你们要是对我了解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的歌单 大家都不怎么听过的歌 都是一些比较奇怪的 但是异常的好听 格外的好听 怪好听的那种都是 就有点怪 但是怪好听的 都是这种歌 我的歌的 本人对东北二人传 确实也有一定的研究 九腔射八调什么的 确实也都是有一些 就是参考过一些资料什么的 当时我毕业论文的时候 就写民族跟美声之间的关系 民族里边的 或者是延伸到戏曲 然后地方的曲种 二人传的什么的 其实有一些考究 会的咋懂得多 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就是 一都不压身 二人传给你们 来两句 二人传 说了这么多 给你们唱歌 给你们来一段音乐剧 来一段歌剧 今天你们是不是满足了 今天是不是听了这么多 音乐剧也听了 歌剧也听了 二人传也听了 是一样的 歌鞋 在哪里 是一样的 她的声音乐剧 第二个声音乐剧 了 再对 一样的歌曲 北京一夜 这就是在家没事啊 拿起红酒杯啊 星星酒 然后听点印度的那种 然后左手左手拿着红酒杯 右手拿着囊 特有味儿啊 有那味儿了 什么 你是谁说的来给我出来的 小小小单小单我囊你 这就是什么 别笑挑战 什么说是憋笑挑战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发文字逗我笑 然后我不笑什么 那也太好憋了吧 别看 我笑点超级高 基本上什么只要我 我可能我不知道是憋笑挑战 我可能还会笑笑 我要知道是憋笑挑战 这我一点都笑不出来了 B站上 B站上是啥呀 别笑我不信 那那我搜一下憋笑挑战 我之前我之前看过 我之前好好看过 我看过那些什么别别笑 什么挑战啥的 就是还行 我笑点高 就是那种奇高 笑点特别高 极高的那种 晚上吃什么呢 晚上吃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还没想好 反正中午就是把昨天剩的米饭炒了炒炒了个炒饭吃 晚上随便吧 我就随便下个面吃呗 哈哈哈哈 我笑点我笑点我笑点很高 我笑点特别高 B站啊,你看看啊 憋笑挑战我搜一下啊,就真的不带笑 憋笑挑战 想笑就笑,憋着 憋笑挑战 诶 打个憋子这么费劲 憋笑挑战2 憋笑挑战这么多呢 你们是有一个视频吗 还是什么呢 别看了 什么意思,升入人心别笑挑战 啊,就是有我们的那个 版本吗 我都是参与者 我有什么可能 没吸火 不是,162分 162分钟 不是,162分钟这么长吗 这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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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 那就那就甭甭弄了 太长了 一百 一百 一百六十二分钟 不笑也是挺累的 就看着,看着都可能看了 看了 都都这么了 这谁剪的 剪这么长 你跳一个 有一个一分半的 这个 这是什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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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了呀 好了呀 好了 哈哈哈哈 浩哥手机给你 不行 我没有感觉 我说错了 我最近健身 我天天健身 就是 不然怎么办呢 你就睡了吃吃了睡 你就一天再多睡了呀 就稍微稍微健健身 稍微稍微 我就稍微稍微 就起码一天 五十个俯卧生 五十个仰光起座 可以不 就不一百个 就稍微稍微健健身 也不用说去健身房了 就在家自己搞了解决了就好 我还是听歌吧听歌吧 嘣嘣别笑 到时候我不笑又没意思 是不是 不好玩 唱空城啊 哼 空城 空城 嗯 嗯 这 这城市 那么空 这回忆 那么凶 啊 就是这个 这个小感觉啊 呀 嗯 嗯 嗯 哎 这个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小颤音吗 他也不叫小颤音 他就是 一雇佣一雇佣 看着 耶 这城市那么空 这回忆 那么凶 凶 凶 这是这是什么呢 弹簧音 凶凶 嗯 大概就这种感觉 嗯 嗯 嗯 大能 甭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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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听我唱歌几会堵啊 你跟我说话几会不堵 你 转音啊 转音怒音啊 这这这这都是精髓啊 这都觉得比较比较 这自己是比较 比较自信的在这一块啊 转音啊 怒音 三寻酒果 你再走咯 古致的唱着 古色的歌啊 这都弄音嘛 就非常非常的 就架琴就熟了已经了 我给你们讲啊 我给你们教我教你们啊 诺音的方法啊 就是学狗 就是狗啊 那个 嗯 就那个狗 就你出门来 旁边有个狗在凶你 那种 嗯 要叫不叫 然后在那在那在那 那个酝酿 那个那个劲 嗯 就那个就是怒音 就学一下 就以那个意思 看过了 嗯 好吧 但是但是就是那么回事嘛 嗯 你们不想学怒音吗 嗯 你们不想学一招吗 既多不压身呢 我的人生信条就是既多不压身 就是什么东西不会 你就去去感觉感觉去尝试尝试 啊 你不懂的你不知道的你就问一问 一定要有求知欲和好奇心 人要是没有好奇心呢 太可怕了 就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这种人我跟你讲 我最烦了 就想学吗 不想学 感兴趣吗 不感兴趣 嗯 那个出去玩啊 不玩啊 那咱们就是看我书 不看 就一天天 不好听就混吃等死 哈哈哈哈 我没有说你啊 我是我是说就是要 要要要好奇心 啊 我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比如说别人不懂啊 啊 比如说我不懂的啊 别人知道的 别人啊 就好像这方面好像比我强的 我就我就会去 我就去问啊 大跑跑根问底的那种 那为什么呢 那他这样的话 他怎么办呢 啊 那他那样的话 但还行吗 我没有骂你 我怎么可能骂你呢 天哪 吓死了 这不是代课之道 嗯 就来了 来了是吧 嗯 听我说话 咱们聊天 这就是来者是客 我胖了 我没有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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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即使没开这个 没开这个 没开这个 没开这个收敛 他我也没胖 好好好 接点水 什么 我上热搜了 上热搜了赶紧 赶紧下一下 咱们咱们自家人聊天 别别捅到外边 捅到外边去 又说我了 关了瘦脸好看 那不行 那我不管 就也说不出来个理由 那不管 咋上热的 咋 你说我 你说我游戏上分是吗 就是如果你想上分 你就有绝对的实力 或者你朋友很厉害 他都可以带你躺 如果你要是你的话呢 一般我推荐你玩 玩那个 玩打野 或者是 反正中路 射手 打野 你三个 起码你得挨一个 就都能带节奏的 然后都是发育起来 自己能稍微 带队友的 不是那么吃队友的 这样你可以 你要是实在就是 啥啥不行 就玩辅助 辅助上去卖 或者玩肉上去卖 就开团 找一个机会开团 然后上去就送死 也行 扛伤害什么的 也能好上分 就不背锅 气死我了 咋的了 要个团结 什么段位 我每个赛季都打到王者一颗星 我就不玩了 就感觉到头了 什么荣耀王者 我觉得有点难 有点太浪费时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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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甲乙啊 辅助都是什么蔡文姬啊 蔡文姬啊 蔡文姬啊 蔡文姬现在现在好像就是蔡文姬 还有谁比较比较头疼的 嗯 就那么几个啊 孙病也头疼 现在孙病不用出辅助状 孙病出拳法状 拳法状就是贼疼 这个是我在这告诉你的啊 千万不要出去告诉别人 你孙病不要出辅助状 你出你出中路的状 就是你出拳法状 就是什么 呃 呃 法杖啊 帽子 然后输 大输 就出这种打人特别疼 就一个一技能过去 那么三二一 啪 半血啊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真的 又能当辅助 二技能能回血 然后一三技能打人特别疼 就但凡碰到一个就是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是出法状 就是他他可能没有意识 他可能就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脑子 他没有想到说孙病会出拳法状 他就走到了你那个大招的那个圈里 你那个大招啪一下就把他爆死了 真的 特别吓人 这就是全法状的孙病 对分孙病 就他就是有很多就很对孙病很不屑吗 就很多英雄对孙病很不屑 就说哎呀你一技能打我 这一个小圈也就控我一下 他熟不知一一下就把你打死 真的 你就现在出全法状的孙病 我告诉你 我就我玩孙病我就这么玩 基本上就mvp 去试试可以可以去试试 这就是这些小秘密啊 就是好用 特别好用 一起排位 我玩鱼 鱼在之前那个版本比较强势 现在不行了 现在鱼 倒是出了个新皮肤 好看啊 就好看 之前鱼特别强势 又肉 然后就能把人耗死那种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肉 我我我 我就我就不炫富不炫富啊 不炫富 说到皮肤啊 不炫富不炫富 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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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⑫ ⑫ I have our clothes 好飘 一般用啥 都是用秀 我都是用秀 什么 李白鲁那貂蝉 尚份好用的 射手类的可能就是 大小姐后裔 现在后裔比较强势 战士力比较强 凯 夏侯敦现在也可以 然后赵云也强势 法师就比较多了 法师全能 基本上你们看牌位的时候 会不会有那种全能选手 老夫子 老夫子就是 老夫子就饱看 老夫子太老了 不愿不愿意用它 这有时候玩游戏玩的也是个心情 是吧 你说玩个帅的李白帅吧 对吧 貂蝉漂亮吧 打打的心情好 老夫子一打把胡子然后走路 拐着拖着个背 然后跑跑 跑自己累感觉 玩不舒服 颜控玩游戏这是颜控 为什么买皮肤呢 就是太丑了 有皮肤可能有的还能好看一点 什么有钱 我给你讲 买皮肤的人不是有钱 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多贫困吗 就是为了得一个皮肤 天天天天登录 天天登录 然后每天登录打一把 就是为了攒一个皮肤 其实他 他要的不是钱 要的是毅力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毅力 他不是 有的不是 不是钱能买到的 有的皮肤不是不是花钱就买到 那你赛季皮肤不得赢十把才有吗 对吧 那那个孙斌的那个皮肤 你不得天天做任务吗 是吧 那内侧皮肤啥的 你不得做任务呢 你不得急那个什么碎片那啥的呀 对吧 不是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钱能解决事情 肤浅 太肤浅 就是都是需要辛苦付出的 王者好友加不加 不加不加 你帮我卖了怎么办呢 对吧 我给你加好友了 你帮我王者好一接平 一堆一堆人家 那我是带不带呀 我我价格怎么收啊 对吧 报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问题 比较产业 这个东西就可能感觉跟 跟钱挂钩了就不好 我可不是那种什么就是 什么上分 上分给钱 不上分不给钱 价格优美的那种 不是 性质不一样 玩游戏 是吧 买情人节皮肤了 买了 交缠后裔都买了 就是情人节礼物 我给我自己的情人节礼物 啊对 嫦娥嫦娥后裔 乱组C皮 叫这个喜鹊嘛 就叫什么 如梦令 如梦令那个皮肤 不要聊游戏了 感觉老是打广告 单身 吕布器的 好了好了 打广告 万一万一我这一下 是吧 皮肤的销量上去了 跟我没有毛关系 过过年过年胖 不没有胖 我都没过年 过年没回家 我过年天天吃泡面 你们怎么不说呢 我过年 我自己懒得做饭 泡面 新拉面 然后那种 就是下水煮的 那个叫那个 那个叫什么 面了 乌冬面啊 天天吃这 这还能胖了 没有 就没有胖 可能你们觉得胖了 可能真的是有点肿了 可能最近没有出门什么的 水肿 又怎能喝水 我现在天天喝水 就是家里太干了 就嘴老干 家里有地暖 然后热气腾腾的 我在北京过的年 北京不是那啥吗 我当时 我当时 春晚啊 春晚完事之后 回回家了 就回北京这个家 然后本来说 想回他老家呢 说感冒 感冒挺严重的 然后打鼻音 囊囊的 我妈说别回来 别回来 家里有弟弟 然后我说行 那不回来 那在北京 病好了再回去 然后这个病呢 就感冒就好 就慢慢好的那种 就好的贼慢 一天好一点点 一天好一点点 今天鼻子不堵了 然后第二天啊 鼻音轻一点 第三天好像咳嗽少一点 然后慢慢慢慢好 就好的太慢了 然后就就就一直拖到我 我又有工作了 就就没回去 一样哈 就现在你只要有病了 就是感冒发烧 流鼻涕什么的 就是尽量不出门 别出去霍霍别人 是吧 国家不土 你为国家做多大贡献 就在家待着就别出门 这是最好了 别别别添乱 就挺好 做不及防 除了没洗头吗 我一天洗一次头 你要是说昨天洗了 洗了 今天没洗 中甘义的 没离开过 对 这是那个原版 斯林低翁 正确发音 很多人 很多人念 西林低翁 那就是以前的我 我特别喜欢 西林低翁的歌 我爱死西林低翁了 然后后来 斯林低翁 斯林低翁 好 多喝水 有电影推荐 哦 给你们推荐一个电影 潜伏 哦不是潜伏 潜 哦 潜伏 对 潜伏 潜伏四部曲 恐怖片 我一个人在家看恐怖片 然后看潜伏四部曲 就潜伏1234 就是讲的 就是科学 科学智轨 怎么说呢 也不算科学智轨 就是拿那个什么 超声波探测仪啊 什么测轨在哪 然后轨在一个世界 人在一个世界 就很清晰透彻的 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这个这个关系啊 就很很具象啊 科学 然后呢 一个人在家看 还是晚上看 看完一步呢 因为他1234 他都是有联系的 所以你看完一个 你就想看第二个 然后你就看 看看看 看到一种恐怖的画面的时候 我就唱歌啊 就看到那种就感觉 感觉啊快快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 唱回家 看一边唱歌一边看 一边唱歌一边看 就过去了 就不怕了 就有时候就是这种心理开解 就是有时候恐怖片是比任何片子 都要是能让你快速入戏的一个一个片子 因为他那个环境营造啊 那个氛围啊 包括他能把观众带入进去 然后让你去想象 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不像有的剧情片 爱情片 你看看看 你就不想看 恐怖片是那种 你不想看你不想看 他都你都你都会觉得 你想偷瞄一下 哎呀会出来个啥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学会自我开解 有时候自己看恐怖片 也并不可怕啊 就是唱唱歌啊 就没事 嗨嗨嗨嗨嗨嗨嗨 过去了过去 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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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你就过去了 你别说 他就这么个意思 你自己开解 把自己逗笑啊 就自己转移注意力 就好比说 那个那个那个假如说 我看着你们啊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恐怖 然后我这会儿呢 我就拿个杯子 我就喝水 喝水 我就我就这么看 就稍稍稍微 稍微就是干点 手里干点活 几点了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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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饭了 我要做饭了 我就下了好吧 闪铃我早就看过了 小时候看的了 那个片子太老了 我要吃饭了 没有水了 没有水了 我当时我说播的时候 我就说把水喝完 就就下了 行了 你们也快吃饭吧 好好的都都注意身体 别生病 行了 我我我走了 拜拜 勤洗手 戴口罩 多通风 少聚集 拜拜